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12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揭露華春瑩 這一節也要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再講多一次 一個 一個中國原則 英文叫做One China 那是甚麼意思呢 華春瑩就出來大放缺詞 中國大陸 這個一中政策 或者叫做一中原則 有超過全球 180多個國家就承認一中原則 到底 是不是真的有百多個國家所謂承認一中原則呢 還是純粹 收了好處 免得跟你說那麼多 總之你搞一帶一路 收了你的錢 總之你說甚麼就甚麼 到底是甚麼情況呢 最近就有研究發言 原來 華春瑩所說 有180多個國家 她所說的承認 根本就不存在 即是說 由始至終 這個本身就是謊言 華大媽又被打臉 這節我們一起揭露 到底 其實 那些中國大陸友好國家 是不是真的知道甚麼是一中原則呢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大法 所謂的一中政策 中國大陸所說 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 因為英文是 China 他說只有One China 其實所謂一中政策 根本就是針對著 所謂的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 也是叫China 所以所謂一個中國 中國 其實主要的是針對中華民國政權 簡單來說 中國共產黨 要在全世界 逼所有其他國家 承認這件事 但是很多人會問 人家是存在就存在的啦 你怎麼逼我 去承認你的政策 然後無視對方的存在呢 所以這個所謂主權爭議 正正 就是我剛才所說 跟AI機械人 對談的時候 主要 AI機械人找到回來的資料 就是中國 會堅持所謂的主權 所以其實很簡單 只要大家 講得夠多 首先你講得夠多 你就會更改了 AI機械人收集回來的資料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夠膽講下去就可以了 中國共產黨可以無恥到 主張自己是合法政權 主張 是中華民國 都是他的領土 都敢主張 所以同樣地 大家只要夠膽主張 就可以了 給自己一點信心 美國的政策 我們跟大家也講過 美國跟中國大陸有所謂是幾個聯合公報 美國 的聯合公報 根本不是中方 所說的 那些字眼 中國大陸 是刻意 刪改了 中美聯合公報 中美聯合公報 基本上 美國的大前提 是要台海穩定 不能夠 動用任何武力 侵犯台灣 我們很久之前也跟大家揭露過 換句話說 美國絕對 是可以 在中國大陸 推翻了相關原則之後 去介入 而且美國 更加有權改變政策 這是更加明顯的事實 所以中國大陸 經常把這個 中美聯合公報 出來當成是 互申父 其實是沒有用的 美國可以改變政策 但是美國為了安全穩定 其實美國也會說自己 那麼久以來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所以他一方面說我不改變政策 另一方面 不斷有美國的官方人員 例如眾議院議長 想飛去台灣 只要他發現了 只要嘴巴上面說我沒有改變政策 那麼我 就做甚麼都可以 這一招正正是中國大陸正在做的事 他單方面 更改了 將香港 將中英聯合聲明 近乎撕毀 他嘴巴上面說沒有改變過 所以對著中國共產黨 其實 你真的跟他說道理 真是不是辦法 我們回來繼續揭露華春瑩 華春瑩 就是 在Twitter發布一張圖片 就說 兩岸的邦交數量 看到 181 以及14 說有180多個國家承認 一中原則 但是被人揭露 這個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 副教授寫文章 他說發現原來所謂承認 中國大陸一中原則的國家 實際上的數量遠遠少於 華春瑩所說 這個叫做莊家詠 發表的文章叫做一個中國各種表述 研究 就是1996年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 當時採用了九種的分類方式 分析 就是那麼多個國家的官方文件 對於所謂一個中國 的理解 截至2023年的1月 完全吻合中國的論述 第一類國家 即是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中國唯一 合法政府 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一共只有51個國家 第二類 第二類國家 第二類國家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認知到 中國主張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九個 認知到 英文應該叫做Aknowledge 通常這個字是很有法律意思 如果Aknowledge 就說我知道你這樣說 不代表我承認 因為如果你說 我承認 那是有法律效力的 有機會 但是我說我只是知識這件事 就完全是不相同 所以所謂那些國際的關係 國際的法律字眼 國際的甚至乎公約 簽署的協定 你也可以說其實都是一些 所謂法律問題 牽涉法律字眼 所以那個辭令為甚麼那麼重要 尤其是外交 因為很多時候 是代表著國家 就好像兩家公司 去談判桌上談判一樣 很可能說過的話 就成為了內容的一部分 還有第三類 第三類國家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唯一合法政府 注意到 中國主張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次叫做注意到 注意到又有16個國家 還有第四類 第四類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 並且 了解和尊重 中國大陸主張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四個國家 第五個就簡單 簡單一點 叫做尊重並且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台灣立場 這些國家全部 都跟中國大陸所說是不相同 絕大多數就是 注意 留意到 認知到 又或者尊重這件事 還有 剛才第五類 剛才第五類 只有一個國家 那個就叫做 俄羅斯 老大哥 是尊重以及唯一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台立場 第六部分 就是 尊重中國大陸 主張台灣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次就只尊重 不支持 例子包括荷蘭 南韓 還未分完 還有第七類 第八類 還有第九類 第七類是認知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方立場 原來美國是被歸類為第七類 第八類國家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 但沒有清楚提到 台灣主權的 足足有41個國家 還有第九類國家 直接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唯一合法政府 這個真是厲害的 這個可能是台灣的邦交國 問大家一個問題 假如有香港共和國 又或者叫英屬香港 又或者香港加入了英國 我們對中國大陸的 立場應該是怎樣呢 如果我們是英國的一部分 理論上 就應該 跟英國的外交政策就變成完全一樣 所以假如 如果香港是 獨立的一個國家 都可能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很可能會跌入 完全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合法政府 得來 我們是徹底承認台灣 是自主獨立的國家也不頂 如果有香港國出現的話 有機會是第十一種 第十一種歸類 原來第十類才是台灣的邦交國 台灣的邦交國是十四個 簡單一點來說 雖然好像比較長氣 但是實際上 真的支持中國大陸 其實是少之又少 所以不要小看大外宣 不要小看大內宣 中國大陸 不斷地製造謊言 他的謊言 真的 完全沒有停過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